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看整个热热坛的风景哦 太棒了 我赶快去看 哇 香蕉草莓 你们两个居然可以去坐热气球 欣赏热热坛清晨的风光 真的是太幸福了吧 不过啊 今天我们来到南投 可是有任务的哦 我们要找出植物界中 各种不可思议的绿色奇迹 等一下你们在高空 可要睁大眼睛看仔细哦 茶叶绿色会香香的呢 小蕉莓 焦快快好了 小蕉莓 焦快早 这个热气球为什么会飞起来啊 因为热空气比冷空气还要轻 所以我们把热空气灌进热气球里面 热空气就会浮起来了 哇 冷气 很厉害耶 可是你看这个火 好大的火焰哦 真的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这边很热 这不会烧到旁边吗 这个当然是很热 但是它不会烧到旁边 因为我们的燃烧器它可以控制防向 所以绝对不会烧到旁边也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你听说这种材质是特别的啊 对 这都是防火的材质 所以它不会一直整个烧起来 绝对不会 那我们现在可以上去坐看看了 OK 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后面摸下 是有门哦 没有门 没有门 小蕉莓 我好想说没有 怎么进去啊 小心头 小心头 搭乘的旗舰 那边都麻烦你抓起来我们的篮竹 好 就是安全 我们要升空了 拜拜 所以是不是要有这个 你那个教官的执照 有那个不能有巨高症 真是的 而且我们门的越高 人就变得好小好小 车子也变小了 然后离天空越来越近了 口下蛋 会有点水一碗 尽量不要往下看 不要紧张 上周你也帮帮忙 能坐热气球是多棒的体验啊 别顾着害怕 快看啊 线索就在高空中哦 我们看到日月潭了耶 日月潭非常有名的风景 就是山栏就是雾气哦 你看 整个日月潭上面就好像 毛上一层面纱一样 是不是很浪漫啊 那是因为啊 日月潭这边是属于一种 高地盆地的地形 盆地就是这样凹进去嘛 就容易产生山栏 而且呢 高地盆地呢 会采走很特殊的东西 就是阿萨姆红茶 答对了 叮咚叮咚 香蕉 想不到你还蛮聪明的嘛 从高空看啊 日月潭的环境 和产红茶很出名的 印度阿萨姆一样 地形都是斜斜的丘陵 雨水很容易就流掉了 而红茶呢 特别喜欢住在这种海水良好的地方 所以植物其实跟人一样 会挑选适合自己居住的家哦 到这份工作的乐趣是什么 看客人的金花 差不多了 不客气 不客气 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降落咯 教练说要降落咯 教练说要降落咯 所以我们的 双腿要微微的弯曲 这样才会有安全 准备落地咯 3 2 1 降落咯 怎么会有这样 等一下 太有趣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 最特别的空中交通工具咯 想不到居然要花费 十多位工作人员 才有办法让热气球安全地运作 真的是大工程耶 香蕉草莓 你们也别辜负他们的用心 赶快赶去茶园 找找红茶好喝的秘密吧 这制茶已经超过40年的良大哥说 红茶要好喝 就一定要采二叶一新的嫩茶 品质才会好哦 一定要这个叶子底下 一点点而已 两叶一新 不要留太多 这样嘟嘟好 老板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用机器材 用机器材不平均嘛 好坏全部都痛出啊 整个这样路过去的话 就会油好油坏了 原来如此啊 难怪茶园里面有那么多的彩茶姑娘 用手工彩茶啊 那位姑娘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 彩茶的速度怎么那么快啊 是开外挂了吗 彩茶美女等一下 你怎么那么快啊 你好 这样采啊 你看他手中有秘密耶 他这个刀片贴在这个手上耶 这样就可以很快了 慢动作给我看一下 就这样切下去 再摘一个 这一个 就这样 彎的时候 在这里这样切下去 难怪你这个 好快哦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秘密吗 有 每一个都有 彩茶美女的秘密就在手指当中 每一个原来都是 猪当然 香蕉真的是观察入围 一下就破解了彩茶美女的特异功能 感觉你们已经快要破关了 继续追查下去吧 大哥 为什么要揉茶 因为茶经过搓揉之后 它才会变香 变香 真的吗 那茶园里的茶也不香喔 不香啊 你们刚刚不是要到茶海人采茶吗 对啊 那在采茶的时候 茶叶有香味吗 没有 对不对 真的耶 这样子 闻就会有这种淡淡的茶香味 一点点 一点点 它会越揉越香吗 越揉越香 那我们在揉的时候 茶的汁液会跑出来 那这个茶汁 碰到空气会氧化 就像我们削苹果一样 那个苹果削完之后 会变红那氧化一样 那这要揉 还要揉多久啊 我们用机器揉两个小时 手工揉一个小时 所以它要五十分钟了 真的耶 那要加油 这个 会不会太大球啦 你要不要自己来一点 好 跟自己要揉小球 这就可以了 对对对 像你根本身子那么小 这么小一球就够了 香蕉草莓 拜托别推来推去啦 原来茶要变得香香的 要经过那么多的过程啊 把茶揉出香味之前 还要让茶里面的水分离开 不然一揉 茶叶可是会破掉的 破了就糟糕了 看你们两位揉得那么辛苦 我特地准备了最好的 我们的日月潭红茶 真的吗 跟红茶饼干 谢谢 红茶饼干 然后再配一口茶 这是我们用我们的红茶 去加工制成的饼干 一口饼干 一口茶 一口茶 这种茶很温润 也是很好的 而且加上饼干 刚刚好 全部都是茶香喔 现在这个茶 刚刚泡的这个茶 叫做台茶21号 21号 是目前全国最新的一个茶叶品种 最新的喔 你们有 我们看看有没有很特殊的香气 有 有那种特殊的花香味 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水果的味道 没错 中椒 不是 荔枝或者是凤梨吗 也不是 橘子的味道 答对啦 它有橘子 成熟的味道 所以你要加橘子在里面喔 没有 它是天然的 原本这个茶叶加工 吃到之后 就会有这个特殊的味道 真的是太神奇了耶 原来植物跟动物一样 用不同品种的茶交配 就可以配出像混血儿一样 有着不一样茶香的茶 真的很有趣耶 把酸变甜的神秘果实 听说啊 有一种神秘的果子 只要吃了它 再去吃酸酸的柠檬 也会变甜的喔 快去找找吧 你们翻三越零了 到底在哪里啊 在这里了 在这里 慢慢找就有了 慢慢找 我好像在桌米厂喔 在这里 在这里 在哪里 有了 哇 这就是神秘的果实喔 对 这个就是神秘的果实 红色的就可以采了 它怎么采 直接拉起来 对 直接拉起来就好了 所以它成熟就是变红色的 很漂亮耶 这个就是花苞 白色的 白色的 是我的花苞 没想到可以长出 这么大的果实耶 你看这么多的花 你这样再下来不就不会长了 没有关系 谢谢大哥啦 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头上耶 一定要坐在这么高 然后这么挤的地方喔 对 这个就是要用往式栽培 因为小鸟会偷吃啊 它会先进来偷吃神秘果之后 然后再飞出去吃 吃其他酸的水果耶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是说 像他也去偷吃柠檬 因为柠檬也变甜的 对 偷吃酸的都变甜的 对 神秘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我们赶快来做实验看看吧 现在我们要来挑战 看看神秘果是否如此神奇 可以让柠檬变成甜的 你看我们摘了那么多 你怎么摘那么多 因为我很怕酸啊 等一下多吃几颗 看效果会不会更好 大哥这个要吃几颗才会有用 吃一颗就有用 我吃看看 有点酸酸的 一点点酸酸的 真的耶 我觉得这个口味 你不是要实验吗 那你要吃柠檬啊 不可能 真好吃 没想到柠檬居然会是甜的 甜的虾 两个一般耶 真的假的 我才不信耶 我来吃吃看 好 你大便的 我很怕酸的 神秘果 是不是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吧 想不到神秘果的魔力是真的耶 神秘果能把酸酸的东西 变成甜的 其实是因为神秘果里面 有一种特别的成分 会附着在我们的舌头上 只要一遇到酸的东西 就会发挥作用 让我们的舌头感觉到甜味喔 是不是不可思议呢 像果冻一样的土地 听说在南投 有一个地方的土 因为植物的魔法 竟然像果冻一样 QQ 软软 呆呆的 真的有可能吗 好香喔 好香喔 你看这白色的 这个是野姜花 好香喔 对 野姜花里面有一个香气 你问问看 好香喔 那里外你知道吗 这个野姜花呢 里面还有很多花蜜 你看这个有一个风口 咬掉一点或拔掉一点 这里 然后你吸它 很甜喔 对啊 是不是又有花香又有甜味 有耶 那我们蜜蜂呢 采这个花蜜 它同时采这个花粉 上面这里 然后它采回去以后呢 它把两种混合 就发酵以后就变成你吃的蜂蜜 就变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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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要发酵 路边的野姜花 随手摘下来 就是可以喝的小点心 除了小点心 这里还有特别的鱼 听说身上的颜色 和彩色比一样多喔 没有没有 哇 怎么这么多 好漂亮喔 这些彩色的原生鱼耶 这么多喔 可以 好 这个就是鲠蜂蜂蜂蜂 鲠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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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这三只都是工的 这三只 工的是不是 你看这比较漂亮 河蚌是綠食性動物 它每天要吸水吐水 吸水吐水 吸水吐水 就幫它把魚卵孵化 然後孵化以後 這個小魚 它跑出來的時候 就把它的幼蚌帶出來 原來台灣原生種的魚 居然和河裡的蚌 像好朋友一樣互相幫忙 真的是很有趣 教授叫我們快點跟上 因為像火動一樣的土 就在眼前囉 快回來 快回來 你們看 這怎麼像一個彈簧床一樣 怎麼會這樣子 整個大地都在扭動 我覺得有點太奇幻了 真的好晃喔 怎麼會 這個土地 怎麼像彈簧床一樣 像水床一樣 會這樣晃來晃去的 對啊 因為這是幾萬年累積的 泥碳土浮在水上面 它原來中間是水 四周全部都是像這樣的田 叫做浮田 這個泥碳土的面積有174公尺 174公尺 那有多深 80幾公尺深 80幾公尺 20幾層樓 對 20幾層樓 這麼深啊 下面都是 對 全部都是早期的水草 幾萬年累積下來的 我覺得草莓好像越來越陷下去 它那個水越來越多 對 最後它會不會沉下去啊 因為它那個 肚子的墨水越來越多了 就越有分量 沉下去 因為我今天學到很多姿勢了 然後又浮起來說 這把基硬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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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你的 香蕉你別再玩了啦 快點跟大家解開這個土地 為什麼會像果凍一樣的原因吧 喔 原來啊 這數萬年累積的植物 一層一層的疊起來 形成了泥炭土 浮在水面上 而日月潭的底部 又是一層不透水的黏土層 所以整個大地 就像是浮在飲料杯的冰塊一樣 浮啊浮的 軟軟QQ 端端的 像果凍一樣喔 讓人愛想吃青菜的女王 聽說在南投 有一個蔬菜女王 她會種出很多 大家看都沒看過的特殊蔬菜耶 而且只要遇上她 你就會愛上吃青菜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啊 大姐 大姐 請問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啊 可以讓人喜歡吃青菜的專家 就是你嗎 是啊 就是我 是你 喵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嗎 可是 我們兩個 對青菜可是很挑嘴的喔 真的嗎 對 這個是義大利歐青 這長得很像那個香菜耶 對啊 它有一股清香的感覺 現在這個就是我剛才在採的 這一個 這個叫田螺樂 哇 這田螺樂的味道 好濃郁喔 好濃郁喔 一聞到的時候 香味就已經很濃郁 吃以後 它進入嘴巴又是另外一種口味 它的香氣已經在我嘴巴裡面 化開來了 好厲害喔 那你們想不想吃呢 大姐 你介紹得很好 這些香草聽起來也很棒 聞起來也很香 可是 還好 她說還好耶 我是本人喔 就是 香蕉草莓 你們也太挑食了吧 這種香香的植物都吸引不了你們 這種植物叫做香草植物 天生就好像是抹了香水一樣 只要加在食物裡面 食物就會散發出迷人的香味喔 哇 這裡怎麼有這麼多種顏色的新菜啊 對啊 這個是什麼 紅捲 那這個呢 紙包心紅象 綠象 綠卷 可是這種食材 我們好像平常很少看到耶 對 因為全部都送去餐廳和大飯店了 對 在大飯店好像才吃得到這種 對 那妳怎麼會喔 我們從國外引進的 在台灣種植 那因為埔里這個地方呢 是好山好水 所以它在這邊長得特別的好 蔬菜女王的生菜 原來是很少見的彩虹生菜 要先費工幫他們洗泡泡玉 把泥土雜質都洗乾淨 再用冰水浸過 恢復生菜的口感 快看快看 洗好了洗好了 好了 那洗完之後呢 它已經很脆了 真的耶 很脆的 已經很脆了 對不對 這樣子 你們想不想吃啊 它雖然看起來很新鮮 可是 還好 想不到你們兩個挑嘴天王 連彩虹生菜都吸引不了你們 看來蔬菜女王要出絕招了 你們接招吧 好漂亮喔 大姐這是什麼 這是飛碟瓜披薩 飛碟瓜披薩 好香喔 對啊 這種瓜只有在義大利用的 就是這個耶 長得好可愛喔 像飛碟一樣耶 熊… 你好 吃起來的口味是什麼口味 吃起來的口味有點脆脆的 脆脆的口味 很甜 很甜 對 南瓜會鬆鬆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搭配一下 看你能不能受得住 這是誘惑 受得住 會受不了嗎 這是義大利的平野歐奇嘛 放在披薩裡面 會增加它的香氣 你太靠近了 我好怕你一口吃掉 對 大口水滴下去 好香喔 這個是七彩的這個蜗菌 換一些腰果 葡萄乾 椰瓜餅 哈馬生七十分 這個是蜂蜜醋 這個這樣子就這樣淋上來 香香甜甜 那你們現在想吃披薩跟生菜了嗎 想 可以吃了嗎 可以 真的 好可怕 怎麼樣 脆脆甜甜的 真的喔 對 很清甜耶 依他邀請 撒上去有不一樣的香味 真的 好酷喔 而且我呢 這剛剛我們自己親手採了 以及親手洗的蔬菜 吃起來格外有氣氛 而且剛剛加上了這個醬了以後 你看 嗯 怎麼變得這麼好吃 當然喔 蔬菜除了很好吃 更有很多身體少不了的重要營養 不吃或是挑食可是會生病的喔 水香協物 救地球 看到哥哥 請問你香蕉應該種在哪裡 香蕉應該種在土裡或是田裡啊 其實香蕉也可以種在水裡耶 可以種在水裡嗎 是啊 不然你看 香蕉 真的可以種在水裡耶 草莓 我們的仙人掌應該是長在哪裡啊 仙人掌當然是在沙漠裡面啊 其實仙人掌還可以種在水裡耶 怎麼可能 你看 真的耶 真的有好多的植物 都可以種在水裡面耶 大哥 是真的嗎 植物都可以種在水裡面嗎 對 大部分的植物都可以種在水裡面 但是呢 你看這個植物啊 它不會游泳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到水裡面的話 它就淹死了 它就不能活下來了 但是呢 我們可以發明一個東西 叫做游泳圈 你看 泡下去了 這就可以浮在水上了 是 它就不會被淹死了 但是有問題喔 這個植物的根不一樣對不對 對啊 因為這個根呢 它碰到水之後呢 它會往下長喔 可是這個長的時候 它會轉化成水中根 所以植物也很聰明耶 非常聰明 所以那個達爾文說 植物如果有大腦的話 應該是它的根 感分在哪裡 它的根就會長到哪裡 什麼 我不相信 哇 想不到所有的植物 居然都能轉變成水生植物 植物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啊 真的是超乎我的想像了啦 而且水生植物 還有救地球的超能力喔 像一般的田裡 因為用了很多的肥料和農藥 把生態環境都破壞了 就剩下農作物和福壽羅 這個時候啊 只要請來水生植物和一些法寶 就能救地球喔 如果單獨只是種這個植物的話 有可能會長很多的壞蟲對不對 對啊 來吃我們的植物啊 可是呢 我們這裡面有一個生態循環 是因為我們裡面有養很多的魚喔 魚就會歐邊邊尿尿啊 那如果我們沒有換水 這個魚呢 就死翹翹了 水就被污染了 對 可是現在你看我們種那麼多 牠每天也要吃飯啊 要吃肥料啊 那魚的糞便就會被植物吸收了 我們為了福壽羅 很頭大啊 對啊 可是呢 牠就被魚吃掉了 真的 牠都是空殼了 剩空殼了 我們也可以在農田裡面養鴨子啊 養鴨子 牠子也會吃福壽羅喔 像鴨子跟魚都會吃福壽羅 然後魚的糞便可以做成它的養分 對 所以我們的收成就非常多樣性 很像我們的人體一樣 譬如說我們做那個作物呢 就很像我們的肝臟 胃呢 就很像這個魚 或者是這個福壽羅 那我們不是不可以為了說 要保護這個肝臟 就把我們的胃 拿掉了 如果沒有胃的話 肝臟也活不了了 所以呢 我們要維持這裡面的 所有的系統的平衡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啊 就像我們身體一樣啊 每一個器官都有它的功用 所以這裡的每一個部分 都有它自己的作用 那等這個地方平衡了之後 我們就有很多樣的產品 生產出來了 然後我們的生活就富足了 我們生活就更幸福了 哇 這就沒有污染了耶 太棒了 植物真的是大自然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很有個性 會選自己適合生長的環境 經過人類的加工 可以變成好喝的飲料 神秘果會偷偷改變你的味覺 把酸味變甜味 植物堆積起來變成土地 還會像果凍一樣QQ端端的 彈來彈去 植物是我們身體健康 不可缺少的營養 更是可以救地球的小英雄喔 植物帶來的綠色奇蹟 真的是太神奇了 你是不是也開始佩服它們了呢